以中和28 板橋25 永和13 三重11 細紙10個 這幾個區比較高 其他的各區請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至於有關確診的總數目 我們現在累計是3643人 其中標紅色的這幾個區 都是我們史以比較高風險的熱區 其他的幾個區的數據 就請各位市民們來做一個參考用 至於我們的社區的篩檢站 就是我們的一個監測指標 那今天整個篩檢出來的比例是2.1 比昨天1.9相差不遠 這些指標仍然值得我們觀察 整個總篩檢的陽性率是達到2.9% 比昨天累降一點 不過都還是在穩定持續的監測當中 我們必須要再觀察好幾天 所以對新北市的疫情來說 從這幾天的確診個案的公布 以及校正回歸數 再加上我們的篩檢站的前面的一個監測 其實我們新北市還是在高峰的這個期間 並沒有說在大幅度的往下降 並沒有 所以我們所有市民朋友 一定要努力持續的做好整個防疫作為 尤其新北市跟台北市的差異 會在發病入裡面大概慢兩三天以後 所以我們的高峰期一定還會是持續 台北市的高峰期如果降了 我們可能還會慢兩三天的方式才往下做 所以我們現在為止 我們新北市沒有樂觀的潛力 而仍然不斷的要持續的強化我們的防疫作為 所以在高風險的熱點地區 我們現在總共有15區 22個區域 196個里 這幾個里 都是確診者 以及直擊最多的地方 所以除了這幾個機械執行的時候 我們特別在明天 又執行林口跟三峽 有14個里 每個地方每個地方我們都會做好分析 帶動所有的里面們 大家一起強化更嚴格的落實防疫 所以請視頻朋友一定要配合 至於我們的醫療量 目前已經開出了1012巷 幾乎開出了九成多 快開滿了 那我們預計開出的是1330病床 目前我們在開出當中 最增加的所有的收支的ICU 已經拼到139間 醫療量非常緊繃 但是我們仍然不斷的持續的 來做最大的量的衝刺 至於昨天發生了我們醫護 同仁們在第一線照顧確診人 仍然受到施暴 這個讓我們非常的心痛跟不捨 所以對醫院跟醫護同仁施暴的 我們都鑑請檢察官一定要加重求行 絕不勘待 所以在任何第一線醫護同仁受傷 事務會在醫療工作費用和照顧上 全力支持 所以這裡面對志願休養的期間 除了全力照顧以外 法定的殖災補償 我們一定會專力來倒三天 因為其中有一個護理師 一位傷到基建 會不會影響到後面的工作 我相信我們全力的照顧 如果萬一影響到後面 他的直癌的工作上 市長一定會保障你工作所受到的影響 妥為安排 至於如果在這安排過程當中 有薪資的落差 防疫基金一定作為照顧之用 所以今天第一線的醫護同仁 在頭上在拚 市長後拚一直要聽 我們有很多的資源 都可以來作為照顧 所有第一線作戰的夥伴們 像今天疫苗 來了3.9萬劑 我特別到衛生所 以及到分局去看 到衛生所看醫護同仁的施打情形 到分局去看 遠景包括消防夥伴施打的情形 自信非常的良好 然後我們所有的熱心的醫護好朋友 協助警銷來施打 自己在衛生所 我們自己服務自己的同仁 所以施打順序 一切按照中央的規定 我要在這裡特別 為了確保醫護同仁 第一線的警銷外勤同仁 都能夠打得到 所以3.9萬劑 是以醫護同仁 以及第一線 為了防疫 作戰的警銷同仁 我想這個順序 一定要按照這個順序來施打 我們也責成我們衛生局 做好控管 讓施打的速度會更快 所以這3.9萬劑 我們預計 因為大家有外勤的工作 會忙著防疫 所以我們給大家的時間 是以5天以內把它施打完畢 至於 所有的外面的管控上 大家最擔心的傳統啟停 傳統啟停 的防疫 其實不是那麼好做 但是我們一定要落實 不管是實聯制 人流控管 以及所有的社交距離 所以新北市 很早就啟動防疫管制 當然在管制的過程當中 仍然有一些湯山 完全在整個懷疑的過程當中 會跟我們的稽查 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我們不斷的要求 不斷的宣導 今天特別又動用警察 預交 以及七公所 市場次的所有的夥伴 全部去做一個稽查 我要求的是市場自治會 提出你們自己的管理辦法 我非常謝謝 160攤的自治管理會 有的人用什麼方式 索幣蓋章 人流控管制 有前輪管制 後輪管制 各路口有管制 有的用蔬菜配送的方式 一天用外送方式 配三天的份 到自己的客戶那邊 那也有的 採取的 又更不一樣的 他們攤商住主人流 修飾 所以任何方法 自治會提出管理的方式 新北市來機查 所以這段時間 新北市在機查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很多做得非常好 大部分都做得非常好 其中有一家 前一段時間 已經開出機查單 警告 提醒要改善 今天再去復查 仍然沒有辦法 落實做好人流管控 就是我們的板橋 林響市場 既然沒有辦法做好 防疫的人流管控 所以特別市場市 即刻既然做不到 就暫停營業三天 既然你在市場的管理商 你做不到人流管控 所以就要求板橋 林響市場 從明天開始 暫停營業三天 等改善後以後 再能夠營業 所以我特別還是在這裡 跟所有的攤商好朋友 大家說 防疫期間絕對不能麻糊 大疆一定要落實 做不到 就停營 這是市場的決定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共體時間 用任人的方式 去減少人流的管控 讓我們的群聚感染 不要因為市場 而形成一個破口 所以大家繼續努力 我相信市場的管理 大家一定都能夠配合 把它做好 至於中央的書會裡面 大家最關心的 有一些困苦的家庭 像在去年 我們都是用直接 受理填表格 後來市場就決定授權 給各區公所快速的核定 今年因為有去年的 加一個累積的整個建數 所以新北市已經審定完畢 能夠領到中央紓困補助的 有七萬四千一件 中央預計六月一號 完成建制的名測 其中授權和各區公所 快速就核定 所以中央預計 六月三號撲款 六月四號入账 所以特別在這裡 給視頻朋友做一個說明 至於很多人 今天有很多的愛心 來給我們防疫基金 作為來支持用 所以我特別講 剛剛像那位醫護同仁 如果他受到傷害 往後在工作的歲月上 他因為受到傷害 沒有辦法領同等的薪資 這些差額 我會都用防疫基金 來給予補足 所以防疫基金 就是作為第一線打仗 所有醫護 所有警銷 所有防疫人員作戰用 所以從這邊來給他們支持 還有很多防疫物資的購買 我們都用這個方式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用這樣方式來打仗 包括我們的愛心大平臺 也特別把1032個里長 希望他們在這段時間 很多辛苦 他很難 很難出來在經濟受到困頓的時候 很難有經濟上多一點支持的力量 我透過里林系統 除了他們的食物 若有所不足的話 除了我們社會局掌握的名冊以外 臨時你有什麼狀況 可以透過里林系統 里長會協助大家 里長所發的經費 所發的物資 我也請民政局用防疫基金 來支持這些辛苦的市民們 讓他們度過難關 這也是我跟所有的里長在三的交代 我們大家到頂邊 感謝人我們到頂國 我們用防疫基金來支持大家 至於新北市今天特別把我們的災信一點通 防疫資訊一點通 來告訴我們全部市民們 如果你在熱區的防疫中心 你想了解整個狀況 有防疫熱區 以及前市的篩檢站的點位 你只要點新北災信一點通 你就可以掌握狀況 特別提供給市民來做一個參考使用 再度謝謝 接下來看看各位媒體朋友有什麼意見 我們再來給大家做一個報告跟答覆 謝謝 謝謝市長的說明 接下來進行到提問階段 今天的市府團隊代表 除了市長之外 還包含了副市長劉和然 衛生局長陳任秋 以及交通局長周明石 今天的首宇老師是李甄輝先生 平面媒體網路媒體 及廣播媒體的請問代表人士 警廣記者劉威 接下來請劉威提問 市長好 想請問一下 過去一周校正回歸的人數 是有下降的 那指揮中心今天也說 考慮不再公布 但今天確診人數 新北市台北的人數比較多 也將近兩倍 市長怎麼樣看 這個目前的疫情趨勢 那我們還有多少不明感染源的案例呢 其實新北市 因為剛好這幾個高峰的熱區 都是緊鄰萬華 所以從萬華這個大震央 開始震過來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 新北市的整個高峰的發展的趨勢 一定會比台北市慢 一定會比台北市慢 因為發病日 一定代表台北市慢個兩三天 所以新北市目前還是在高峰 尤其我們的人口數也是台北市的將近一倍多快兩倍 所以在整個確診個案的掌控上 我們要看到這個高峰能不能往上往下掉 那我們目前看起來這個趨勢是平穩 並沒有往上揚 但也沒有大幅的往下掉 所以我們的監測站就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在看監測站 到現在為止我們監測上的揚性率是往下掉的 是好的現象 但是我們沒有樂觀 是因為校正回歸以後 慢慢不公布 表示校正回歸的數據比較少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很精準的去看 那個發病日回來算的時候是哪一天 到底高峰期夠了沒有 有沒有往下掉 所以這幾天我們還在密切的觀察當中 那新北市的市民防疫絕對到現在不能掉以輕心 沒有樂觀的潛力 我們還要潛力拚防疫 您聽到的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認為現在高峰其實還沒有過去 所以新北市民是沒有樂觀的權力的 而他也希望市民能夠全力配合 更多訊息馬上回來